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 星期二大年初三赤口 估計各位網友今天不知道會否去拜年或車公廟等地方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講講九龍城甜品店外面有男子疑似因為排隊問題起爭執 竟然遭到多人為偶 整個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一齊看看影片 話說昨天這個油堂鬧屎夜空 竟然煙花綻放 鎮耳巨響閃爆海濱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看看影片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九龍城甜品店外面男子疑似排隊問題起爭執 遭到多人為偶 頭都傷了的宋遠 報道的內文感隔九龍城發生襲擊案 在1月23日即昨晚9時57分 警方接報九龍城城南道15日一間甜品店門外 一名男子遭遭五戰六個人拳打 撕襲者之後逃去 警方初步調查相信43歲姓李的事主 早前因排隊問題和人爭執 之後被人用手和椅子襲擊 事主頭部受傷流血和腳痛 清醒送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事後現場留下大量染血的紙巾和翻島的甜品 警方封鎖現場並在附近一大兜截 暫時未發現C集者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吃吃甜品都可以吵架和打架 據報當時應該因排隊問題起爭執 有個男人遭到多人為偶 打完他後各人了手 他受傷送院治理 希望新年流流 雙喊不好口 還要打架 不過近期街頭上的襲擊案 斬人案越來越多 今次發生在九龍城 另邊雙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兩名港人北海道自駕遊 往帶廣中途隧道中 線胎越線撞牆 25歲的男司機一度神志不清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再有港人在北海道外遊期間發生意外 根據日本北海道傳媒報道 當地時間在昨天1月23日下午 兩位二十多歲的香港遊客 駕駛私家車 沿北海道武村丁道東自動車道的祥和隧道 往大廣市方向移行 期間懷疑線胎越過對面線 直撞隧道長身 任職銀行職員的25歲男司機一度神志不清 坐在左前座的28歲女乘客 就報稱身體腫痛 兩人其後被送往醫院救治 司機恢復清醒並能對話 報道指出兩人乘坐出租車輛 是持有香港護照的遊客 事故在隧道入口附近發生 由於入口附近的路面結冰 警方正調查是否車輪打滑而導致意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再有港人在日本自駕遊時撞車 幸好及時獲救送往醫院治理 起初其中的男司機一度神志不清 估計日本天氣現在比較冷 不知是否和積雪結冰等問題有關 若然各位網友去日本自駕遊 就多加小心 令B商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片 根據HK01的報道 農曆新年遊堂鬧市夜空 竟然煙花綻放 真意巨響閃爆海濱 報道的內物是此踏入大年初二 雖然維港上空已連續四年 沒有按傳統綻放煙花 但民間煙花仍然處處何身氣 昨晚1月23日9時多 由唐海濱位置疑似有人非法放煙花 海旁夜空暑時吹燦 附近住宅同備點亮 伴隨一星有一星的爆燭星 說煙花升至半空爆開又落下 各位看到片 相信遊堂街坊感受深一點 突然之間有個民間煙花會演 加因今年維港上空連續四年沒有按傳統綻放煙花 但今年的民間煙花仍然處處發生 當然再次提醒各位香港放煙花就犯法 另一單車 根據HK01的報道 荔枝各程長道兩車相撞 私家車是四輪朝天 四人受傷 報道的內文是錦禮之各程長道在昨晚發生車禍 警方在晚上6時多接報程長道近營輝台位置 有一輛輕營貨車和一輛私家車相撞 其中一輛私家車撞到四輪朝天 意外造成輕營貨車上的一人和私家車上的三人輕傷 全部清醒 現場消息指事發的時間平置房車就沿程長道 使自營輝匯的時間疑似因為壞車停在慢線 尾除一輛輕營貨車使自 修製不及撞到平置的尾部 平置是被撞到四輪朝天 車尾嚴重損毀 輕營貨車車頭輕微損毀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據報當時這輛私家車停在慢線的佳音壞車 怎知後面的輕營貨車見不到 修製不及一撞到他是四輪朝天 四人受傷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說說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過年坐大底要注意 原來是不可以出三條 經典問題令網民都吵架 究竟坐大底有什麼要注意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農曆新年到了 又是時間和家人或朋友相約見面 最會期間除了吃飯、聊天之外 當然少不了茶餘飯後的消閒娛樂 玩傳統的麻雀、阿啤牌等等 不過討論區每年都會重複流傳同一條問題 就是坐大底的時間 究竟可不可以三條三條這樣出呢 坐大底又名坐大底 在起源香港的Pay牌遊戲 在大中華地區家全戶曉 一台四個人玩家 戶人手持十三隻牌 最先打完那手牌就可以獲勝 雖然牌不多 但勝在變化多端 有條蛇、花、俘虜、四條等等 同花上說是蛇加花等等的組合 不過幾乎會隔一段時間 就會有人在討論區上發貼文問 到底坐大底可不可以三條三條這樣出 而每次問題一出 留言區都會出現吵架的情況 雖然每次貼文的內文都大同小異 但為了未看過原文的讀者編輯 都是不厭其煩地重溫一次 貼文中就提到 市主、手持、Pay in、Pay D、Pay 3、Pay 4 是不錯的手牌 但就被朋友連出四個三條結了 即是四次的三條 質疑財大底的玩法 是不是可以三條三條這樣出 那不用玩 由於自己心有不甘 所以那支牌是沒有付錢的 後來更加和朋友反面 雖然故事的真確性已經無從碰斷 不過每次貼文都會成功 令到網友分成兩大派 罵大家的 全因為有人說可以 有人又說不行 好亂 但多數網友贊成可以三條三條這樣打 表示我只知道手提電話遊戲就可以 亦有人說一向都可以 亦有人說為何不行 不可以我手上多三條 而要是逼你拆 要是你便不要出 更加反問如果不能三條這樣出 而你副牌完全沒有Pay 那三條可以怎樣走 拆散它逐隻出 另一邊的網友就說可以嗎 亦有人說死都不要付錢 應該不行 不准三隻三隻這樣出 編輯翻查資料 香港的曹大爹玩法的確可以三條三條這樣出 以上是來自HK01的網絡熱話 每次都拗餐死 曹大爹究竟可不可以三隻三隻這樣出 狂仔就認為可以三隻這樣出 自小到大都是這樣玩 結果每次喊大家 HK01的編輯翻查資料 就說原來是可以三隻三隻這樣出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一起聊聊天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